我不相信 口罩還有什麼 戴對戴錯會出什麼事 那來講都是到一些什麼 坐公車啦 車站啦 但這個檢疫型的就好了嘛 平面式的 除非到一些 醫院還是什麼 人更多的機房 那時候你看 禁管局的那些官員有沒有 他們在檢查這些 每天進出幾萬人 他當然口罩戴好一點 像我這個紅的人戴這種就好 可是你確定 口罩戴的是對的嗎 基本上我的口罩是戴好看的 我也沒管他對不對 是 我不相信 口罩還有什麼 戴對戴錯會出什麼事 很多人應該會對口罩 會有些疑問 因為像黑色的比較看不出來 我們黑色先放一邊 先從最簡單的 方便的口罩來講 就是一般我們可能在公共場所 都會去戴的口罩 就是這樣子一般平面式的 不管是粉紅色的 不管是 綠色的 藍色的 對 顏色有什麼意義嗎 就是 顏色你喜歡哪個顏色而已 其實顏色來講的話 真的是 個人喜好 一般來講 在醫院大家看到 最常看到就藍色的 或白 或白色的 口罩 那麼多顏色 有些你看起來 這個顏色很漂亮 但裡面通常都是白色居多 對不對 很多人就把白色帶在外面 那是笨蛋 那真的是笨蛋 我以前也搞不清楚的時候 會這樣 被帶反而被人家笑 後來知道怎麼看 那為什麼呢 張哥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把白色的帶在裡面 因為要看耳朵 這個掛的耳朵 它是在裡面的 所以就是貼面的 絕對不會有耳朵是在外面 然後這樣貼的 絕對沒有 什麼問題 你根本就是以為帶子在裡面 就是白色就在裡面嗎 不然呢 那你看 這個帶子 它也是在裡面 可是顏色深的在外面 淺的在裡面 我還第一次看到這個 跟這個是兩個是反方向 雖然帶的位置是不一樣 對啊 你怎麼會用帶子呢 你怎麼會用帶子來區別 對不對 這其實是錯誤的 很強喔 對你看 還是一樣 顏色比較淡的 這是有粉 你等放一個好了 顏色比較淡的 一定要 然後顏色深的 然後在 外面 因為它有防水的部分 那這邊呢 它就有對一些 病毒啊 細菌啊 就不會吸附在這裡了 所以你不能帶反 帶反了 你水分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有沒有 然後病毒一直進來 不小心就把它藏在口袋裡面 藏在口袋裡面 然後再繼續又不知道 震得還反的 懂了 原來口罩學問有這麼大 我都不知道 學問可大了 你講到白色我才想到 我身上自己就有戴個白色的口罩 我自己每天都會戴一個白色的口罩 為什麼我怕被偷拍 這被偷拍 麻煩 有個口罩可以保護一下自己 可以到時候記者寫什麼 我還可以說對不起 那不是我 趙哥你這口罩 你說每天放在袋子裡面 還有鼻子好癢 會嗎你看 就只是一些粉啊而已啊 我就是化妝粉 又是殘留在上面 會打噴地啊什麼的 對連我都想打噴地了 好髒喔 那會怎麼樣嗎 你每天就放這樣子 都每天 每天放在你口袋裡 我大概兩個禮拜換一個 哎呀太可狼 因為現在口罩很貴好嗎 哎呀太可狼 所以呢 這就告訴你口罩 真的不能這樣子重複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口罩來講的話 你看你在遮的時候 有一些打噴嚏啊 口水啊 多少都有些細菌啊 在裡面有膽脂 所以你又把它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糟了那又不透氣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你一直很想重複使用 最好自己戴個小的夾鏈袋 然後 然後使用完的口罩 記得喔 不是把它裡面的喔 不要往外折 而是裡面的就往內折 然後把它放在夾鏈袋裡面 你個人的喔 你個人的喔 也不要跟你的衣物碰撞在一塊喔 好把它夾鏈袋放好 然後這樣再放到你自己的口袋裡面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用很久是不是 好 這樣很酷囉 我們還是建議 一天一天要換一個 可是現在口罩真的是貴啊 嗯 一天換一個好吧 好 好 好